欢迎来到NTL娱乐新闻频道,请订阅频道,以免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宋威龙跟谭松运拍吻戏,女方一个动作让她招架不住,无法继续。 宋威龙虽然年纪很小,但是却出演过很多优质的偶像剧, 比如《下一站是幸福》,以及最近正在热播的《以家人之名》了, 在这部剧中她和谭松运两个人非常的甜蜜。 再加上导演非常有新的设计,所以这部剧自从播出之后,收视率就一直非常的高, 而灵霄和李尖尖这一对更是被网友称之为削尖脑袋CP, 让人们觉得非常的甜蜜。 两人节目中的一些互动都是没有重复过的一些剧情设计, 再加上宋威龙个子很高,所以在拍摄吻戏的时候, 更是非常的有趣,让观众都瞬间吃饱了狗粮呢。 在最近的一组花絮照流出之后,也是迅速在网络上疯转了起来, 在照片中我们也看到了两个人在拍吻戏时的一些真实情况。 其实这正是谭松韻和宋威龙在这部剧中的第一次吻戏, 而两个人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导演也是要求谭松韻主动一些。 两个人有着一些最萌身高差, 所以导演也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要求, 除了来一个考拉抱亲之外, 还有一个扯着领子的动作。 本来以为只是简单的一个剧情要求, 可是没有想到女方的一个动作却让宋威龙反应过度, 瞬间无法继续了呢? 刚开始的谭松韻是略微有一些害羞和紧张的, 可是慢慢的却变成了宋威龙比较紧张, 谭松韻在拍摄过程当中直接就跑了过来, 有时候会抱住宋威龙。 但里边有一个动作, 却让很多网友都直呼招架不住了, 当时的谭松韻也是直接就跑过来扯住了宋威龙的领子。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, 可是从宋威龙的表情当中, 却能够感觉到他当时也是略微有些抗拒的呢? 因为太过于突然, 所以在谭松韻亲上来的那一刻, 宋威龙的眼神里都带着一些慌张。 而且身子还往后退去, 也正是因为这样, 所以最后也是没有办法拍下去了。 导演就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, 来解决宋威龙当时的害羞。 在停下之后, 谭松韻和宋威龙两个人也是相视一笑, 随后直接对着镜头大笑了起来, 看得出来两个人还是非常敬业的呢? 虽然非常紧张, 可是对于这段吻戏也完全没有用任何的替身或者是吻替, 而是真真实实亲上的。 这样的两人还是特别敬业了, 如果下一次能够真正克服自己心理上的害羞, 那么就更加的好了。 对此大家怎么看的呢? 欢迎大家前来评论区留言, 也别忘了给小编一个点赞加关注哦, 谢谢大家啦。 感谢收看频道, 更多娱乐资讯请订阅频道。